你可以不聪明,但一定要大气,做人智商高不高没关系,情商高不高也问题不大,但做人的格局一定要大,说白了,你可以不聪明,也可以不懂交际,但一定要大气,如果一点点挫折就让你爬不起来,如果一两句坏话,就让你不能释怀,如果动不动就讨厌人憎恨人,那格局就太小了。 做人有多大气,就会有多成功,因为胸怀,才是成功者的标志。 记住一句话,越努力,越幸运,放下你的浮躁,放下你的三分钟热度,放空你经不住诱惑的大脑,放开你容易被任何事物吸引的眼睛,放开你什么都想聊两句八卦的嘴巴,静下心来好好做你该做的事。 该好好努力了,有时候真的努力后,你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的优秀很多。 记住一句话,越努力,越幸运,世上除了生死,都是小事。 从今天开始,每天微笑吧,不管遇到了什么烦心事,都不要自己为难自己,无论今天发生多么糟糕的事,都不应该感到悲伤。 因为有明天,今天永远只是乞讨欠,有目标的人在奔跑,没目标的人在流浪,因为不知道了要去哪里,有目标的人在感恩,没目标的人在抱怨,因为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。 有目标的人睡不着,没目标的人睡不醒,因为不知道起来去干嘛,给人生一个梦,给梦一条路,给路一个方向,跌倒了要学会自己爬起来,受伤了要学会自己疗伤。 生命只有走出来的精彩,没有等待出来的辉煌,如果,感到此时的自己很辛苦,那告诉自己,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。 坚持住,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,走过去,你就一定会有进步,如果,你正在埋怨命运不眷顾,开导自己,命,是失败者的借口,运,是成功者的欠词,命虽有天定,但埋怨, 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,努力,才是人生的态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